给你十万美金 让你跟一位陌生异性在最荒凉的地方生存21天 不能穿衣服 不能带食物和水 你敢接受挑战吗 眼前这位50岁的阿姨就是本期的女选手戴安娜 身家过亿的她平时在家闲的荒 各种山珍海味也已经提不起她的兴致了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且乏味 听说有这么刺激的荒野求生 戴安娜第一时间就去报名了 而她的搭档光头哥则是一名起早漠黑的渔民 尽管天天累的跟狗一样 却还是要为房贷而烦恼 于是她选择报名参加这次挑战 希望拿到十万美金的奖励 从此告别房贷 本次他们要挑战的地点是 委内瑞拉的多米尼克无人海岛 这里有著名的尖锐火山岩地形 岛上资源十分匮乏 两人只能冒险进入潜水去捕食 这意味着他们将暴露在各种危险动物的视线之下 充满毒刺的海胆 攻击性极强的公牛沙 以及能让人休克的葡萄牙军舰水母 两人一见面 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重逢 光头哥用单身三十年的把妹技术 把戴安娜逗得发出给给给的笑 随后两人正式开启了本次的求生之路 首要任务就是寻找水源和搭建庇护所 水源很快就找到了 但是这水质太黄了 光头哥挖开了河道旁的泥沙 这样挖出来的水会相对干净 不用担心会有动物的排泄物 可以直接饮用 水的问题解决了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眼看太阳就快要下山了 他们才决定在一块空地处安营扎寨 在搭建庇护所的过程中 光头哥和戴安娜在房屋造型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戴安娜给光头哥提了很多建议 然而光头哥一个都不采纳 他认为按照戴安娜的想法搭出来的庇护所中看不中用 风一吹就倒了 光头哥否定的很坚决 他这个人就喜欢自己主导一切 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 必须按我的方法来搭建庇护所 戴安娜好歹也是亿万富翁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 他直接气得跑去海里洗澡去了 身家过亿的50岁阿姨和30岁的渔夫 组队在野外生存21天 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天两人就因为搭建庇护所的事情闹得不愉快 这天晚上 没有衣服的戴安娜动得瑟瑟发抖 光头哥想要抱住他取暖但被拒绝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到海边晒太阳暖和一下身子 戴安娜说晚上没有火真的扛不住 说到生活 光头哥说那是他最有自信的求生技能 今天就给你安排的妥妥了 光头哥提议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寻找食物 解决温饱问题 随后两人就一起制作补鱼陷阱 这一次合作十分愉快 很快就制作完成了 光头哥拿着陷阱放进海里 能不能吃到蛋白质 就看这一次了 接着两人在岸边发现了一个海胆 用刀子撬开 直接放进嘴里生吃了起来 海胆我没吃过 应该不好吃 接下来到生活的时候了 没有工具 光头哥使用的是失传已久的钻木驱火大法 他对此非常自信 说要在三十分钟内就把火升起来 然后就有空闲的时间跟戴安娜到海边散步 然而看着他摩擦了大半天 愣是一点火星都没看到 最后是直接泪滩了 戴安娜也尝试了一番 不出意外的还是以失败告终了 没有生起火 对戴安娜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这意味着今晚又要打冷战了 说着说着就对着镜头大哭了起来 夜晚的寒冷让戴安娜十分崩溃 两人只能用树叶当被子硬撑过去 眨眼间时间就来到了第十天 光头哥还是没能把火升起来 此时的戴安娜已经接近崩溃 想起刚见面时以为光头哥是个王者 没想到是块废铁 连个最基本的生活都解决不了 更糟糕的是 光头哥每次去检查捕鱼陷阱都是空空如也 他们每天只能吃点野果和椰子来冲击 还有11天的时间 光头哥和戴安娜能撑下去吗 一男一女不穿衣服要在野外生存21天 由于长时间生不起火还找不到食物 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戴安娜觉得光头哥身为一个男人 却没有展现出该有的实力 而光头哥则认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 而且这些天都是他在出力干活 有蛋白质都给他吃 自己都受成猴了 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第十三天 光头哥醒来时发现戴安娜晚起了失踪 找遍了整个小岛也不见人影 原来此时的戴安娜独自来到了节目组的营地 向导演申请退出挑战 她是一秒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给节目组赞助10万美金 让我回家吧 面对这样的要求 节目组也是蒙圈了 不愧是身家过亿的富婆 毫无人性 如此一来 现在就只剩下光头哥了 女搭档的突然离开让她非常气愤 差点没忍住把摄像机给砸了 还好被旁边的摄像大哥给拦了下来 说来也怪 戴安娜前脚刚离开 光头哥立马就生火成功了 要说之前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幸的 时间来到第十七天 光头哥在岸边发现一只单身的大螃蟹 螃蟹以为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绑架了 她的泻声就这样悲壮地结束 闭口咬下去 这味道实在是太美味了 有了这顿蛋白质的加持 光头哥很轻松地就坚持到了第二十一天 一大早她沿着陡峭的岸边悬崖行走五公里 到达南边沙滩的撤离点 随着远处一辆游艇的出现 意味着光头哥的挑战圆满成功 由于戴安娜的提前离开 十万美金全部都归她所有 现在她终于可以不再为防贷而烦恼了 经过二十一天的荒野生存 光头哥足足受了二十斤 安娜也受了十斤 如果是你去挑战 你会受多少呢 荒野求生看得多了 但是像这样两个陌生男女不带衣服去荒野求生 坚持二十一天还能拿走十万美元奖励的 你看过吗 本期的参赛选手绝对称得上狼才女帽 铁锤今年二十三岁 是我国的混血量仔 为了准备这次比赛 出发前她每天都在练习野外生存技能 学习怎么摩擦生活 安娜今年大学刚毕业 也是节目史上最年轻的参赛选手 参加这次比赛是为了拿走奖金去创业 出发前她还担心男搭档会是个胡子拉叉的中年大叔 当看到对方是个年轻力壮的大帅哥时 顿时笑得何不容嘴 哈拉子留了一地 两人一见钟情 铁锤说这里太晒了 自我介绍的话就不必多说 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吧 后面有的是时间深入了解 本次的挑战地点是在菲律宾的一个丛林里 这里植被冒名 常年温度都在三十度以上 而且还生活着无数头凶猛的野猪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二师兄围攻 当务之急是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安营扎寨 从地图上看 不远处就有块风水宝地 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两人 每走一步都要发出叽叽叽的惨叫声 顶着高温走了几个小时 安娜的喉咙干得都快裂开了 看到一条小溪 安娜想来上两口 但铁锤说这谁有寄生虫 深喝下去会坏了身子 死活不让她下嘴 两人只能继续往前走 来到一块空地前 铁锤决定在这里搭建他们的小房子 在美女面前 铁锤干起活来十分卖力 以后苦力活都有我全包了 你只负责貌美如花就行 很快一张双人床就建好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折腾了大半天 铁锤已经累得嗷嗷叫了 安娜主动担当起了生活的重任 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毫无野外生活经验的 她尝试了十多分钟 也没能把火升起来 铁锤接过打火棒 想要在美女面前表现一番 结果忙活了大半天 也没看到半点新火 不知不觉太阳公公也下班了 夜里气温急剧下降 没有火两人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也许是白天操劳过度 铁锤突然感觉整个人头晕目眩 搞得安娜也睡不好 一整晚都在安慰她 给你十万美金 让你跟一位陌生异性一起荒野求生 二十一天 你能坚持多久呢 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一天晚上 铁锤和安娜都觉得口干舌燥 没有火他们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深喝小溪里的水 今天的任务是把房子升级一下 有了前一天的经验 现在干起火来马里多了 但是火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夜幕降临 安娜动得浑身直哆嗦 两人只能想尽各种办法 维持身体的温度 经过一夜奋战 安娜脸上写满了憔悴 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是这么的艰苦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想要在这里生存二十一天 无论如何都要把火生起来 经过两人的不懈努力 终于擦出了爱的火花 接着就是熊熊大火 安娜兴奋的像的孩子 铁锤也偷偷地露出了乙母笑 现在是时候出门寻找食物了 来这里几天了还没吃过蛋白质 反而消耗了不少 铁锤已经明显地营养不良了 满怀希望地出门 回到营地时却是两手空空 虽然又冷又饿 但至少两人现在都已经取得了彼此的信任 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八天 这八天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吃什么熬不来的 现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没有了光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着蛋白质 安娜想了个法子 他找来一些竹子打算做一个鱼篓捕鱼 铁锤也没闲着 在附近做了一个狩猎装置 只要有小可爱经过 就让他有去无回 而安娜这边一直忙活到晚上 鱼篓还没做出来 又成功地喝了一碗西北风 第二天一早 铁锤就去检查陷阱 很显然陷阱已经触发了 但里面却连根毛都没有 把铁锤气得嗷嗷叫 安娜看着他这个样子也心疼坏了 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 距离挑战结束的日子还很长 再找不到食物 就只能卷筒跑路了 我国的混血量仔和国外性感美眉 正在荒野求生 时间来到第十天 安娜终于把鱼篓做好了 本以为能抓点鱼补充一点蛋白质 结果连一条小虾米也没能搞到 无奈只能继续饮水冲击 时间在一天天过绝 没有根坏的地 只有累死的牛 铁锤这些天一直在白蛋苦力活 也没吃到一点像样的东西 这下彻底扛不住了 但为了得到安娜的芳心 她还是想坚持到最后证明自己 虽然一直过得很艰苦 但两人早已学会在苦中作乐 感情也迅速升温 第十六天一早 他们像往常一样出门寻找食物 这一次终于在石头下 发现了几只小螃蟹 二话不说赶紧放在火堆上烤一烤 十分钟后 他们终于吃上了第一顿蛋白质 虽然味道一言难尽 但铁锤相信事情 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可好景不长 这天晚上一群野猪没打招呼 就闯进了营地 把二人吓得不轻 铁锤大吼几声试图 更加兴奋了 就这样对峙了一晚上 总算是平安度过了 转眼间就到了最后一天 安娜露出了天使般的微笑 现在只要跟着地图 走到节目指定地点 就能带着十万美金回家了 趁着太阳还没睡醒 两人马上开始赶路 一路上暗藏杀鸡 要不是安娜眼疾手快 差点就和响尾蛇来了个亲密接触 长途跋涉了三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接应地点 不远处一辆越野车飞驰而来 在这些日子里 铁锤瘦了整整十公斤 而安娜也瘦了八公斤 不过经过21天愉快地相处 两人不仅赢得了十万美元的奖金 还收获了爱情 汽车直接奔向了民政局 不久后 两人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安娜也怀上了小铁锤 给你十万美金 让你跟一个陌生异性去荒野求生21天 而且不能穿衣服 不能带食物和水 你能坚持多少天 请在弹幕上告诉我 本期的女主50岁的如花 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了 上一次来还是跟中国的帅小伙 但中途因为波波腾导致退赛 这一次他发誓 一定会竭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一秒 男主郭达为了方便野外生活 出发前还把留了29年的大胡子都剪了 瞬间变成了精神小伙 为了这次挑战 郭达在家苦练了一个月的求生技能 两人第一次见面 就不自觉地笑了笑 随后掏出路线图 寻找最佳的地点准备安营扎寨 刚出发没多久 他们就听到了一阵诡异的叫声 把两人吓得瞳孔放大 只能加快脚步继续前进 走了两小时 终于看到了一条河流 他们决定在附近搭建一个五星级庇护所 但天有不测风云 在毫无信号的情况下 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最后不得不在雨中将庇护所搭建完成 渴了就直接喝天然的雨水 下一秒开始电闪雷鸣 吓得两人赶紧躲进了新建的豪宅里 郭达想到一个游戏问如花要不要玩 但如花说今天太累就直接睡觉了 第二天天刚亮 他们就发现大事不妙 昨夜的暴雨带来了水位上涨 一条五米长的鳄鱼就在他面前晃悠 但两人非但没有害怕 甚至有一丝兴奋 郭达说他最好不要先惹我 否则就烤鳄鱼来吃 夜幕降临 庇护所里到处都是小飞虫 搞得两人根本无法入睡 第三天 如花全身都是被蚊子咬过的痕迹 一顿像样的食物没吃到血 却快被抽干了 此时的郭达正在制作狩猎工具 他要向鳄鱼发起攻击了 两个陌生男女不穿衣服要在野外生存21天 饿了三天 他们竟然打起了鳄鱼的主意 郭达在水里蹲了半天 但是也没看到鳄鱼的影子 突然一条青道夫在他面前游过 郭达一见封喉 直接将他拿下 回到营地 郭达向如花炫耀着他的战绩 下一秒青道夫就被架在火上烤了 时隔三天 他们终于吃上了第一顿蛋白质 郭达说这青道夫是他吃过最难吃的鱼了 你们吃过青道夫吗 真的有这么难吃吗 而另一边的如花却吃得津津有味 连鱼卵也不放过 眼看事情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到了第六天 老天又开始不讲理地吓起了暴雨 两人只能一直躲在庇护所里 没有蛋白质的补充 硬是靠着癌恶技能撑到了第九天 快被炸弹的郭达早早地就到湖里寻找食物 而如花看起来还不错 他表示还能再撑几天 为了晚上能睡得舒服一点 如花手工编制了一张大床垫 这时郭达发现了一条两米长的水蛇 没有多余的动作 郭达干脆利落地送他去领了盒饭 看这个辣条 他又大又长 一口下去 嘎奔脆 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 又是营养过剩的一天啊 时间来到第十二天 两人早早地就被鳄鱼的嚎叫声吵醒了 原来现在是鳄鱼的繁殖期 供鳄鱼会用频繁的吼叫声来吸引伴侣 同时也是在向入侵者示威 郭达说一大早就嗷嗷乱叫的实在是太烦人了 刚做的美梦就被他打断 两个没穿衣服的人正直勾勾的盯着水里的鳄鱼 他们打算将鳄鱼抓起来烤着吃 突然如花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一个人走进了水里 郭达很无语 大姐你对鳄鱼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我们可不是在抓什么小鱼小虾 他让如花赶紧掉头回来 捕捉鳄鱼的计划就此泡汤了 回到营地的郭达还在闷闷不乐 如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说下次不会这么莽撞了 到了第十五天 两人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郭达只好使出杀手锏 在河里又搞来一条他最不喜欢的青道夫 将青道夫烤至外焦里嫩 也许是太饿了 郭达这次竟然觉得青道夫异常美味 甚至吃出了牛排的味道 也许是补充了太多的蛋白质 这天晚上 如花吐了好几回 原以为休息一下就会好起来 但是第二天醒来他还是很想吐 节目组建情况不妙 赶紧把医护人员叫来 医生说他需要到医院去做更深入的检查 不能再继续参加后面的挑战了 在简单的告别后 现场只留下郭达自己一个人 还剩下五天时间 他能独自完成挑战吗 为了获取食物 郭达又开启了抓捕鳄鱼的计划 为此他制作了一个套索工具 先是躲在岸边观察了一下鳄鱼的动静 趁他不注意快速地用套索套住了嘴巴 鳄鱼大意了没有闪 这年轻人实在不讲武德 居然搞偷袭 回到营地 郭达打算做个烟熏鳄鱼肉 他还特意做了个豪华烤架 在饥饿的催促下 很快香喷喷的烟熏鳄鱼就新鲜出炉了 每一口都在挑战味蕾的极限 有了这条上百斤的蛋白质 郭达不费吹灰之力就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背着行李来到一片荒地 工作人员开着一辆特拉斯汽车朝他驶来 由于刹车失灵 驾驶员差点就翻了车 最终郭达成功带着十万美金 踏上了去寻找如花叙旧的路 你见过这么刺激的荒野求生吗 放在国内估计没人敢参加 两个陌生异性一起在野外生存21天 而且还不能穿衣服 不能带食物和水 完成挑战就可获得十万美元奖励 本期的女主绝对是这节目 有史以来最美的选手之一 露丝出身于富贵家庭 从出身第一天起就由庸人伺候着她长大 这一次她不顾父母和丈夫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报名看家了这次挑战 就是想尝试依靠自己的本事生存下来 男主杰克是一位顶尖的求生专家 不仅人长得帅 体力也是贝尔棒 这次两人要挑战的是佛罗州黑水沼泽 这里生活着无数头短尾厄 到处散发出死亡的气息 而且隔三差五还会遭到暴风雨的袭击 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 就算贝爷和德爷来了也要哭着回去 对于杰克和露丝这两人 稍有不慎就全村吃鞋 掏出节目组准备的地图查看了一下路线 二人决定往上游走 那里的鳄鱼数量最少 相对来说最安全 刚出发没多久 就被一条五米深的沼泽拦住了去路 游过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路四二话不说下了水 还没有多远 附近就出现了一条短尾厄 两人大气都不敢喘 悄悄地到达了对岸 好家伙 刚开始就这么刺激 接下来岂不是要爽翻天 回过神后 两人找了块干燥的空地开始搭建庇护所 接着又把火生了起来 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 可天有不测风云 老天爷一个招呼没打 就突然下起了暴雨 还把刚点起来的火给浇灭了 两人赶紧躲进庇护所渡过了一晚 殊不知他们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杰克和路斯的生存挑战赛来到了第二天 由于昨晚消耗了太多体力 两人一大早就无精打采 当务之急是要寻找食物补充蛋白质 这时候一只小乌龟出现在眼前 来得正是时候 正当杰克准备动手的时候 小乌龟赶紧跑到水里 路斯迫不及待地也跳了进去 然而这时候一条短尾厄抢先一捕 将小乌龟送去领了盒饭 看着快到嘴边的大餐就这样被抢走 路斯越想越气 杰克连忙进行了安慰 食物没了就没了 人没事就好 我们还可以找找别的蛋白质 杰克转而在小溪里布置了一个捕鱼陷阱 运气好的话明天就能吃上烤鱼 到了下午 又开始风云突变 路斯被冻得瑟瑟发抖 直到第六天 才终于雨过天晴 然而这时候营地附近都积满了水 捕鱼陷阱不出意外的什么也没捕到 就在这时 水里突然冒出了一条短尾厄 极度渴望蛋白质的两人 开始打起了鳄鱼的主意 回到营地 两人连忙打造了一把长毛 然后回到沼泽寻找鳄鱼 一条正在打瞌睡的小可爱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路斯刚准备拿出长毛去偷袭 但下一秒鳄鱼就钻进了水里 吓得两人拔腿就往回跑 就在两人惊魂未定时 一条响尾蛇出现在眼前 虽然对凶猛的鳄鱼无可奈何 但是要对付一条小小的响尾蛇 两人还是绰绰有余 下一秒直接让它变成了盘中餐 吃了这么多天的西北风 两人总算是开荤了 有了这顿蛋白质的加持 两人又是活力满满 然而好日子才刚开始 外面又下起了大暴雨 这一下又是连续好几天 就连卧室都开始泡水了 今天已经是第14天 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终于停了下来 不过他们的小家四周 都被上升的沼泽水包围了 更糟糕的是路斯来亲起了 身体变得很虚弱 杰克决定出门给路斯弄点吃的 但是两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找到 就在他两手空空回到营地时 路斯却不见了 杰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找遍了各个角落也不见路斯的踪影 该不会是被鳄鱼吃掉了吧 此时这该死的天空又下起了暴雨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节目组再也坐不住了 派出所有人马全力搜索路斯 但是折腾了两个小时 还是没有进展 看到肚子鼓鼓的短尾厄 杰克的内心是彻底慌了 但愿路斯只是无聊跟他开了个玩笑 同样心发慌的还有制片人 要是真有选手在录制图中出了岔子 这个节目肯定要凉凉了 经过五个小时的全面搜索 终于有人发现了路斯的踪影 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对路斯进行了全身检查 还好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刚刚是自己来例假去处理了一下 不小心迷失了方向 现在他可以继续完成挑战 看到队友安然无恙 杰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为了让路斯重拾信心回到正轨 杰克安慰了他好久 转眼间时间就到了第19天 三天不知肉味的两人已经饿得晕头转向 今天运气不错 路斯刚出门就逮了一条黄扇 回到营地做成小烧烤 这顿晚餐对两人来说非常关键 因为这足以让他们支撑完剩下的时间 第21天一大早 路斯感觉神清气爽 他感觉昨晚是这么多天最舒服的一晚 现在只要徒步走到8公里外的撤离点 杰克和路斯就能完成挑战 并带走10万美元的奖励 二人争尊夺秒 一鼓作气 一路上小心翼翼地提防着随处可见的短尾勒 终于在三小时后活着抵达了撤离点 在这21天时间里 杰克瘦了足足17公斤 而路斯也瘦了9公斤 荒野求生看得多了 但是像这样一男两女在野外生存 而且不能穿衣服 不能带食物和水 坚持21天就能拿走10万美元奖励的 你见过吗 本次挑战的男主是25岁的亚当 人送外号铁蛋 得知这次要和两位小姐姐一起荒野求生 他在家里锻炼了两个月 一号女选手是23岁的翠花 不仅人长得美 身材也是很哇塞 为了提前适应丛林生活 出发前 他就在一个荒岛上独自一人生存了6天 二号女选手是30岁的胖妞 她是一位正儿八经的生存教练 精通各种求生技能 本次挑战还没开始 胖妞就放下狠话 别说是21天 就算是一年也不在话下 此次三人的挑战地点设定在亚马逊丛林 这里的恶劣环境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 水里有食人鱼和响伟恶 陆地上有美洲豹 在这里人类就是食物链的最底端 辈爷来了都得留下一条腿 对于这三个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挑战 在一片灌木中 三个人第一次见了面 显然两位女选手还有些放不开 但是此时的铁弹已经笑开了花 对这两位女搭档很是满意 接着拿出地图研究了半小时 三人决定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搭建庇护所 刚出发没多久 胖妞就捡到了一只大蜗牛 没想到一开始就有蛋白质主动送上门来 这真的是太好了 接着又发现了一座瀑布 这下水的问题也解决了 他们决定将大本营安排在附近 但天有不测风云 老天爷招呼也不先打一声就下起了大雨 这可把三人给急坏了 但为了晚上的生活 他们只能冒着大雨把庇护所搭建起来 忙活了一下午 一座温馨的小屋总算盖好了 而此时天色也暗了下来 夜里气温急剧下降 没有衣服没有被子 三个人只能挤在一张吊床上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要光着身子在野外生存21天 第二天早上 铁蛋说昨晚翻来覆去硬是睡不着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她提议今天要把火升起来 接着就和胖妞去寻找干燥的木柴 但由于昨天刚下过雨 两人忙活了大半天 也没能解决生活的问题 而此时的翠花却在一旁做起了瑜伽 她觉得保持一颗好心态很重要 看到她这样事不关己的样子 胖妞心里很不得劲 自己和铁蛋忙得满头大汗 她却在悠闲地做瑜伽 翠花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 刻意去摘了一些甘蔗给两人 看到有吃的铁蛋眼里都放光了 拿起甘蔗就缩了几大口 胖妞却不吃这一套 对着翠花一顿输出 不想玩你就回去 我和铁蛋两个人也能好好地生活 翠花背训的大气不敢喘 夜幕降临 蚊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呼啸而来 专门盯着胖妞来咬 搞得她一整晚都无法入睡 一堂的铁蛋和翠花倒是睡得跟头猪一样 胖妞觉得这很不公平 一大早就起来诉苦 铁蛋醒来看到泪流满面的翠花 一个大写的猛圈 此时的翠花还在床上做着美梦 胖妞更是来气了 对着铁蛋就是一顿痛骂 你看别人长得漂亮就跟她眉来眼去 对我这块老腊肉就不管不顾 你到底是来生存的还是来约会的 胖妞的一番话让铁蛋感到很惭愧 她决定改过自新 今后把心思都放到挑战上 把十万美金赢到手才是她的目标 三人决定兵分两路行动 翠花去寻找食物 铁蛋和胖妞留在营地 重新打造一个三人的大床房 尽管入住了新豪宅 但还是架不住丛林里蚊虫的骚扰 短短几天时间 铁蛋全身都是被蚊虫亲过的痕迹 她感觉又痛又痒 到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 只能叫来节目组的医疗团队 情况似乎很不妙 铁蛋被告知要立刻前往医院就诊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挑战不穿衣服 在野外生存21天 结果铁蛋在第十天就扛不住被强制退散了 队友的离开让翠花和胖妞很伤心 一想到以后要靠自己去找蛋白质 要自己生活 两个人都不好了 夜幕降临 由于没有生活 他们只能早早地躲进庇护所 依靠抱着对方来取暖 这是营地附近来了一群花豹 两人顿时瑟瑟发抖 要是铁蛋在就好了 这一晚注定又是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上 他们还是没能回过神来 不敢相信昨晚离死亡就这么紧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第十五天 长期没有摄入到蛋白质 两人已经饿得晕头转向了 翠花干脆直接躺在地上晒起了太阳 据说通过光合作用能吸取热量 胖妞觉得这都是扯淡 她决定制作一个捕鱼龙 不料到最后啥也没捞到 实在是没招了 两人只能抓树上的蚂蚁来吃 而且是直接放到嘴里生吃 这是他们这段时间唯一的蛋白质来源了 就这样硬撑到了第20天 两人终于成功把火生了起来 翠花刚露出胜利的微笑 不料下一秒就要哭了 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 直接把他们辛辛苦苦生起来的火浇灭了 两人心如死灰 躺在床上啥也不想干 反正只剩下一天了 爱咋咋地吧 第21天一早 翠花和胖妞拼尽全身力气打造了一艘小船 现在只要乘着她到撤离地点就完成挑战了 这时水下的响伟恶蠢蠢欲动 好在迎接他们的泰坦尼克号来得及时 才躲过了一劫 现在他们可以拿着10万美元去找铁蛋酗酒了 给你10万美金 让你跟一位陌生异性去无人荒野生存21天 不能穿衣服不能带食物和水 本期的男选手大锤是一名50岁的退伍军人 在部队的时候就进行过专业的荒野求生训练 对于这次挑战 大锤表示毫无压力 而女选手丹妮是一名25岁的野外急救员 她还是一名素食者 从4岁开始就没吃过肉了 然而大锤在得知她是个不吃肉的素食者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荒野求生可不是过家家 搞不好到最后自己还要扛着丹妮出去 但现在已经无路可退 只能硬着头皮一起出发了 刚走没多久 大锤就抓到一只小可爱 原本想拿回去做晚餐 但只吃素的丹妮觉得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大锤虽然不情愿 但看在今天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最终还是把小家伙放生了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 他们找到一条河流 河流附近还长着很多竹子 正好可以用来搭建庇护所 两人分工合作 大锤负责砍竹子 丹妮则负责生活 没想到第一次配合就如此默契 很快就在天黑前 把搭建庇护所和生活的工作完成了 两人开心地来了个爱的抱抱 到了晚上 在大锤和丹妮睡得正香的时候 附近的狼嚎声瓷起彼伏 吓得丹妮一整晚都无法入睡 好在狼群没有发现他们 第二天 他们想起昨晚的遭遇还心有余悸 大锤赶紧把刀磨得锋利一些 已被不适之虚 随后便起身去寻找食物 今天运气不错 刚出门就发现了一棵芒果树 上面兼满了果实 大锤摘下一个扔给丹妮 一口下去味道顶呱呱 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芒果的美味中时 意外却发生了 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澡 一丝不挂的他们身上已经长满了避湿 如果不及时清除掉 避湿会钻进皮肤里 从而导致人体感染莱姆症 尽管各个部位都检查过了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丹妮发现身上还有避湿雨档 在身上爬来爬去搞得她难以入睡 也不知道白天的时候 大锤有没有帮她好好检查 时间来到第六天 丹妮就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 再加上长时间缺乏营养和蛋白质 她现在感觉头晕目眩 浑身乏力 为了照顾队友 大锤让丹妮在家里待着好好休息 自己一个人出门去寻找食物 等回来的时候再给她补充蛋白质 来到河边 大锤在石头下面发现了很多水蜗牛 虽然个头不大 但剩在数量多 大锤打算来个法师烤蜗牛 然而看着蜗牛被活生生地架在火上烤 丹妮感到无比残忍 尽管身体很虚弱 但倔强的丹妮坚决不吃 大锤拗不过丹妮 最终把剩下的蜗牛放回了水里 大锤本以为跟美女求生会很愉快 但现在她感觉就是在带着个脱油瓶 一头生着闷气的大锤在砍竹子的时候 一不小心咔嚓一刀把手指切到了 鲜血直流不停 为了防止伤口感染 丹妮赶忙拿了片叶子帮大锤包扎起来 两人的隔阂也就此解开了 但是食物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他们能坚持到最后吗 大锤和丹妮的赤裸生存挑战来到第11天 现在他们已经饿得晕头转向了 为了获取更多食物 大锤打算在树林里做一个弹射陷阱 只要有猎物触发机关 尖刺就会被弹射出去将猎物击穿 除此以外 大锤还在河里放置了个补下陷阱 能不能吃上蛋白质就靠这次了 而另一边只吃素的丹妮正在挑选可食用的花花草草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 大锤的陷阱依旧没有收获 再这样下去就要提前退出挑战了 大锤又做了个钓鱼装置 但这里的鱼显然不太给他面子 钓了整整一下午什么也没钓到 到了晚上他已经饿得连拿摄像机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18天 大锤已经彻底不想说话了 10万美金近在眼前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靠挨饿撑过最后三天 而只吃素的丹妮反倒没什么压力 每天吃一点花草就能解决食物的问题 看到搭档如此消沉 丹妮决定出门帮他寻找食物 他在水里看到一只青蛙 然而对于一个素食者来说 要抓一只活体动物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为了能让搭档解决温饱问题 丹妮还是咬咬牙把青蛙带到了大锤手上 有了这顿蛋白质的加持 大锤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雄风 两人也度过了最愉快的一晚 终于熬到了最后一天 一大早两人便出发前往节目组的撤离地点 随着远处一艘航母缓缓驶来 两人的21天原始生活正式落下帷幕 同时也顺利拿走了10万美刀 在这21天里 大锤足足瘦了15公斤 而丹妮也瘦了3公斤 没有食物 也不能穿衣服 一男一女要在野外一起生存21天 挑战成功便可获得10万美元奖励 本期的两位巨男靓女要挑战的地点是 哥斯达黎加丛林 这里环境潮湿 地势险恶 而且还生活着无数条不同品种的毒蛇 就在比赛前制片人来考察地形的时候 就和毛头蛇来了的亲密接触 当场就被送去了医院抢救 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就是不知道两位参赛选手有没有这么好运了 男主亚当是一位单身40年的冒险爱好者 参加这次挑战就是想拿走10万美金取个好媳妇 女主是22岁的夏娃 小小的年纪却有大大的梦想 她希望可以拿着10万美金开一间女子生存学校 很快两人在树林里见了面 虽然年纪相差快20岁 但亚当还是用她单身40年的把妹技术 逗得夏娃咯吱咯吱地笑得不停 随后两人掏出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合适的地方安营扎寨 丛林里到处都是红火野 尽管两人已经很小心翼翼了 但还是防不胜防 亚当的脚丫子被袭击了 好在精通野外自救技能的夏娃及时放了个大招 又长途跋涉了几个小时 两人浑身上下出了很多汗 此时正好来到了一条河流旁边 亚当二话不说直接跳下去泡了个凉水澡 不料一只猴子正直勾勾地在树上盯着他看 对此亚当表示有点小害羞 眼看太阳就要下班 两人火急火燎地搭了个庇护所 完成后刚打算玩个小游戏 没想到突然下起了暴雨 温度瞬间下降了十几度 为了不让身体室温 两人只能抱着度过了一晚 然而他们不知道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两个陌生男女挑战不穿衣服在野外生存21天 没想到一开始就连下了四天三夜的大暴雨 直到第五天早上 太阳才出来上班 长时间没有进食指待在庇护所里 夏娃的小身板严重透了枝 当务之急是赶紧出门寻找蛋白质 另一边的亚当也没闲着 抓紧时间重新升级庇护所 正当他忙得正欢时 前几天偷看他洗澡的野猴子又找上了门 亚当表示别让我逮到他 否则就吃猴肉火锅 此时的夏娃在树林里发现了很多不明生物 但他手无寸铁 无从下手 这时前面一只公鸟正在下蛋 夏娃偷偷摸过去准备徒手将它拿下 结果连毛都没摸到就让它给跑了 不服输的夏娃又做了个捕鱼陷阱放到水里 这里的鱼儿倒是不少 就是脾气有点酱 死活不往陷阱里面钻 无奈的夏娃只能开启钓鱼模式 蹲在石头上大半天 到最后还是两手空空 时间来到第七天 见夏娃多次空手而归 亚当这次决定主动出击 毕竟光出步步可不是个办法 刚出门他就发现了一条两米长的响尾蛇 这玩意有剧毒 不小心被他亲一口小命就不饱了 但是在饥饿面前 亚当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一旁的大师兄和大师兄他妈都替他担心 没想到镜头还没反应过来 亚当就一树叉送响尾蛇去领了盒饭 本以为带着这条两米长的蛋白质回去 能让夏娃会心一笑 没想到这娘们竟然觉得这条蛇不够肥 两个人吃一顿都够呛 亚当的心拔凉拔凉的 刚刚我差点把小命都丢了 第二天亚当早早地出了门 他发誓今天要搞个大件回来 这是山坡上传来的野猪的叫声 亚当赶紧追了过去 结果一个不留神脚下打了滑 这下好了 野猪没抓到 自己差点就摔个半身不随 回到营地 他将刚刚那惊险的一幕告诉了夏娃 谁知夏娃非但并没有同情 还反过来问他是不是在撒谎 这可把亚当毛都气炸了 亚当和夏娃的21天生存挑战赛转眼来到第14天 两人已经饿得只剩提包补了 这天晚上 夏娃彻夜难眠 就在他准备出门散散心时 营地不知怎么的就失火了 夏娃赶紧呼叫队友救火 等亚当反应过来的时候 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 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窝棚吞噬掉 这下好了 辛辛苦苦一整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但是艰苦的生活还得继续 两人兵分两路 亚当留下来重新搭建庇护所 夏娃出门寻找食物 这一次他终于给力了一回 带了一只82年的乌龟回来 老乌龟万万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龟生 三天不知肉味的两人迫不及待品尝起来 嘎崩脆 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 可没想到下一秒 夏娃就有了强烈反应 短短几个小时 他就拉吸了十多次 亚当看在眼里 是痛在心里 他只能使出独门偏方 没想到夏娃情况立马有所好转 为了能让夏娃得到充分的休息 亚当做牛做马 一个人把活全包了 连续干了三天 亚当彻底被榨干了 转眼间来到了第二十天 再坚持一天就挑战成功了 亚当掏出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 发现他们距离撤离点居然有几十公里 所以他们决定现在就出发前往撤离点 这几天亚当一直在体力输出 没走几步就要休息一次 不知道走了多久 两人发现了一条瀑布 看来离撤离点不远了 果然没多久后他们的视野越来越宽阔 抬头一看 一架直升机载着十万美刀的奖金飞驰而来 亚当和夏娃一波三折的挑战总算圆满完成了 回家后 单身的亚当并没有拿着奖金去取媳妇 而是叫了一辆滴滴去了夏娃家 回家后